去年初花莲秀林乡公所委外包商 利用晚上的时间在花莲同门村的上方挖山坡地 而同门村民一直到三月份才发现 部落上方已经被烂挖 而且总面积有达到973平方公尺 村民很不了解为什么要挖地 所以向花莲县政府来陈勤 花莲县政府调查之后 祭出了乡公所违反了水保法 开罚新台币6万元之外 也要求厂商要立刻的停工 而这被烂挖的这条新农路 多数的村民很担心的是 下雨的话可能会引发土石流 村民也对新开挖农路的目的提出强烈的质疑 也已经向花莲地检署来检举 检察官也已经在三月份下旬的时候 分案以赌制罪来镇板 在同门村上面有发生一些什么样的动作 我去花莲的时候看到上面有灯 在那边照 原来那个是怪手在挖 我三月十六号就上去看 看了之后原来是在开挖山坡地 所以我才知道这个事情 这个工程名称 同门村产到水泥路 路面改善工程 你一个工程不是这样写的 有日期开工网工公司都要有写 为什么怎么都没有就这样子 那电力公司吗 还是制造的 这个我们就搞不清楚 今年的二月 来自花莲同门村的村民Yona 她从花莲回部落的途中 时常看到自己部落的上方 闪烁着若隐若现的亮光 直到三月中旬 她开车上去勘察之后 才发现原来有怪手 在开挖新的农业道路 树立在路旁的标语 她也搞不清楚 施工的单位和施工目的 哪一个是旧有的道路 哪一个不是旧有的道路 你看看这个 这个都是 难道这是旧路吗 这根本都是开挖的 你看看这个石头往下丢 挖的上面你看多长 这个根本都不是旧路 你看看这个 旺一台风下大雨来一定会土石流下去 所以说同门村的生命财产安全 就是在这里 你看它这样挖不是会掉下来吗 整个上面都会掉下来 什么时候开始开挖的 过年前 过年前 这个地带不能开挖 因为曾经是手中土石里 欧贵立台风79年的6月 因为这个场距我看得很 到现在还在我心里 这个场距 所以说现在为什么 又要去开工这个事情 回顾79年6月23号 同门部落遭受到欧菲利台风的侵袭 同门村民认为 部落上游树木被砍伐 保育不利 土石松动 是造成下游同门部落 遭到土石淹没 受灾的家属 紧紧地守候 注视着怪手 揪过的每一寸土地 心中呼唤着 失散的亲人 你在何方 当年土石流西带 大约5000地方公尺的土沙 淹没大约3.7公顷的区域 造成防射全毁24间 半毁11间 29人死亡 6人失踪 无家可归的有686人 以及多人受伤和财务损失 村民经历当年的灾变当中 不幸灵难的受难者 但愿能够提醒相关单位 对于同门 山林保育的重视 不容再有烂挖的现象 区域自宣地守 不断 不动呢 我会的台湖 去到马陆 那边都失了 你们各种种子吗 他们是想要地扛起来 他们是尽量的 他们是尽量的 便的 我们是尽量的 这些佛业的 他们是尽量的 我们才是尽量的 hubこう我们专家 我是一般的 但是童有尽量的 我们是尽量的 我身体是尽量的 我们是尽量的 一家人 你压过我救出来了 如果不是转泥土的话 我没有办法救不出来 当时你被救出来的时候 身体也受到伤害吗 有有有 在哪里 有 到现在 21年前欧菲利台风的受难者布顿表示 当年他幸好是被泥巴淹没到颈部 不过在被救出的过程当中 不幸伤到了腰椎 直到现在无法治愈 他呼吁行政机关 不要在同门部落的上方 烂挖三坡地 以免部落将淹没在 未来第二次发生的土石流当中 想了 他们现在又挖出来 也很危险了 现在挖出来 现在他们的羞辱又挖出来 连结果通门都没有了 他们计划还要挖起来了 他修那个路啊 应该不要挖了 我妈里没有挖出来 你出来的路上是什么 他们是基础 我还是不行 还是不行 最好不要挖是对的 你还 给你 还你 可能他这个 因为我回来台湾照成的 你 怎么回事呢 他就结果拔下来以后 应该的 拔下来到他们是基础的 一定要带这个 医生叫我不能离开 起来的话一定要带这个 是这样的 那些手拿来给你 好像乌龟一样 不能走路 他说他以前的房子 他们一家人 这个一个钱 统统给他 为你个沙巴水 这个是什么样的纪念碟 发生了什么事情 在79年6月23号的时候 一个台风 欧富丽台风 那时候 我爸爸 我弟弟 我哥哥 还有我的家属 总共 我们是大家族 我们总共疑难了18个 58年还是59年的时候 那个上面那个木头 杂木本来很多 就是被那个县政府 还有乡公司 还有木瓜领事 而且盖章 他们就扛出去 十年后 那个土送掉了 根也没有了 所以说源头是从那边出来开始 找那个尸体啊 也是找不到 也是一般的一般 头是头 心脏心脏 肠子肠子 都这样 我说把那个山警队员呢 我叫他们说 把那个肠子 一点一点东西啊 给了包在袋子里面 送到学校那边 结果 他们就装在袋子里面 有的一半 有的半身 有的没有头 有的没有脚 就这样 他们就这样 很惨啊 分事了 分事一样 因为上面有烂砍 砍滑树木 然后砍石头 所以就造成那次的毒石流 这个不是拿石头的 这个是纯粹就是人为因素的 人为因素 就是为了砍木头 十年后 那个木头就干了嘛 从那边开始去 源头是从那个高山那边 他们以前拿那个木头 给那个 卖到香工 那个什么 卖到那个 紫江厂 卖到紫江厂那边去 全部送到那边那个木头 对 先政府跟相公所 是不是 对不对 是 欧菲利台风的噪音 到底是天灾还是人祸 部落村民对于学界 来到同门部落调查的意见 无法认同和接受 多数村民认为 部落上方的树木被砍伐 卖到紫江厂 才会引起土石流的主要因素 东华大学教授那一帮的到这里看 他说这个是天灾 我给他讲 我在这里那时候 我给他讲 我说你是教授 你对我们这里根本不懂 一个人你从外地来 你看就天灾天灾 我们讲是 这唯一是水造成的 就是被那个木头 全部扛完 就是这个造成的 假如他们有开新的道路之后 居民会有什么样的反应 如果你乱开墾的话 万一说台风什么东西 万一第二次土石流的话 那他们就全部没有了 来说东西 什么东西 小草 能畅 把 变成的 这些土人因为台风 造成土人伤亡人数这么多 原因是什么 原因就是他们上面曾经开采过 然后木头扛划了 然后石头也拿掉 泥土都送掉 所以才会土石流下来 布满杂草丛生的大水沟 勾起了部落族人 对于过去欧菲利台风 造成清理子散的伤痛 经过了21年之后 树林乡公所 竟然没有经过县政府的核准 为外包商在同门部落上方 浪花三破地 引起当地军迷的忧心和恐惧 担心未来台风 有可能引发土石流再度发生 在下の情况下 在某个人里面尽 在某个人没入住 在某个人里面尽 自从同门部落上方被烂挖之后 村民为了维护家园的安全 在今年的3月12号召开记者会 公布寿林乡公所烂挖三坡地的行为 我们做的发布政策 第一个三坡地开挖申请 为什么现在又要开挖呢 难道不珍惜我们同门村的申请财产吗 接着在3月16号 宣政府相关单位和秀林乡公所 前往烂挖现场勘查 勘查回来之后 在部落召开勘查协调会 除了要紧急处理边坡要回田和直批之外 最后靠近悬崖的部分要种大树 最后一个阶段我们会种大树 没有特段 前来的我们会种大树 3月17号 3月17号同门村民在县议员黄辉宝的陪同之下 来到花林县政府陈琴 由副县长接见陈琴代表 土石榴的一个 红色的镜子开换的地方 根本就不能动嘛 那你们还在同意不活 你们是报废啊 有些我们根本不知道嘛 你在一个人 他晚上开你都不知道啊 我们怎么可能知道呢 那个科长那个里面是哪一个单位 在那边做开挖的一个行为 没有那个是公所的工程 委托那个 那一个案子是一个 是一个公所发包的工程 包商包商来跟你们申请 只要包商以法来申请 因为人家的检举就是说 相公所是没有没有案生息来的 原来不是新的道路 不是旧有 他们的标案是既有道路的 对 标案是这样 可是实际上去开挖不是既有的道路 就算是既有的道路 假如没有经过申请 你这样看也是不对不是吗 但是我们就先就是以裁罚 然后要下限期改正 那个包商你知道吗 对不对 包商那样问公所啊 你明明知道你多了 不用采访 好 县政府的水保科科长 针对同门部落上方 被违法烂挖的山坡地这个个案 面对记者询问的相关疑点 几乎虚应 刻意违避 也不愿意接受记者的采访 我问你这两个问题就好 我们随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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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个协调会 寄出受灵箱工所以违反水保法 裁罚新台币6万元 并且要求包商 热令停工 我们就针对这个新卫人 也就是这个厂商 提出 按照水土保持法 开法6万元 是谁会被开完新卫违反水土保持 他们要依照水土保持法 来向我们申请 没有 连申请都没有 所以是明显的违法 什么时候开法 7月11号 对正在开法 什么时候热令他们的停工 是 3月18号 3月17号热令停工 3月18号之后 他那边继续在铺那个水泥路 是有经过你们的课程 对 这个后来他有补这个 补这个申请 就是要做直升直辈的这个部分 我们的水路保持科有派人去看 要上符合我们的这个 这个水土保持的规范 里面植被的东西是什么 有很多种 牧场 看植被 然后没有边坡 那个 肥土的地 都没有 怎么会打 有这个理理的话 我们要加强 不定期的 我们这个密度 我们要勘厂密度 会增加 就是说是4月中情之后 他们要偷偷地去铺那个水 里面的水保规范 有这样定 我要请副租长去查 书长针对这个案 相公所 他的目的为什么要去开这个 你知道他的目的是什么 因为他是要做 我们农产品的运输 那个地方 刚好就是以前欧汇利台湾 去上面开采石头跟木材的地方 书长相公所去开发这个 有经过你们单位去核准吗 当初是没有 当初是没有 所以我们才开发 对 就是违法 对 违法 张处长表示 桃门部落被违法烂挖的区域 经由水保科透过卫星定位 检石之后 并不是在农业处所建制的 潜石溪流范围之内 那个区域是按照定位 微信定位 是不是属于潜石溪流 对 不是潜石溪流 它不是在我们所限制的 土石溪流的潜石溪流范围之内 然后这边有一条 花蓮线DF010的 土石溪潜石溪流 它影响的范围是在 7到10这个区间 那个桃门村上方算不算是 土石溪潜石溪流范围 那一条是 土石溪潜石溪流 DF010 的一个编号是DF010 那它影响的范围 就是在桃门村 7到10这个区块的一些村民 所以在那个上方那里 从事一些不当的开挖的一些行为 很容易造成下游居民的一些危险 通门村的七岭跟到十岭 的上方假如有不当开挖的话 一定会影响到这个区域 在那个上方做一些不当开挖 第一个它很容易造成就是 所谓的土石流 然后再过来的话 因为你开挖之后 导致就是所谓的边坡不稳定 那也容易造成一些所谓的崩塌 那最大的影响都是下游的居民 根据水保局花莲分局的资料显示 花莲地区土石流浅室溪流 总共有164条分布在63个村里 而寿林乡的9个村就有26条浅室溪流 其中铜门村就有4个浅室溪流 铜门村的七岭到十岭的上方 确实有不当开挖的话 你的看法怎么样 这个不当开挖的行为 那会容易造成 第一个就是边坡不稳 然后再来就是边坡不稳 那很容易出现的就是 所谓的土石的崩落 甚至是崩塌 然后再过来衍生就是 所谓的土石流 那受害的还都是下面 七到十岭的这边的村民 谢谢 谢谢 Yona 这一个道路的工程是 台湾电力公司开的吗 还是说什么样的工程 怎么好像不是很明显 理由是什么 在哪里的工程没有这样写的 一个公司航号 公司航号时间 开工日期 网工日期 应该都要写 为什么现在就写这样同文 这个根本都是假的 那我们就继续上去看嘛 先去看上面看 树立在烂挖现场的开设路段标语 标示不明 除了工程名称和捐助单位之外 没有标示公司 包商名称 建造人的名字和联络电话 以混淆违法工程的进行 它这样开发之后 对部落下游的安全有影响吗 一定会有影响 一旦这个泥土 这个土石流一下去的话 一定会冲到铜门的中间 这个就是很危险的地方 铜门部落在哪里 铜门部落在那边 这刚刚好铜门的中间 对面那个是什么 榕树 榕树 这个动木头 这个怎么能稳 这根本都不稳的事情 你看看它的根 你看它这个根 你看这个 你看这个根这样 你说这样可以吗 它这样 泥土它抓得稳 对 它这一定抓不稳 佑南还是要问一个问题 江公所开这一条路目的是什么 所以我们这个都不知道 好 好 我们再继续往下面看 好 好 69年的欧贵的台风 造成那边出面灾害 的源头是在哪里 就是整个这一块 刚才我们造的 还有这个山 这个都是源头 哦 他们来这里做什么 六十几年前 江公所把这个木头都砍滑掉了 哦 然后那个石头也拿 因为这边的石头有很多种 工画石 奇石 大理石 水泥混的石头都有 都在这里 都在这里 好 所以这一只新开的路是为了什么 我还需要问一下 就是是不是他们又想估计从事 哦 哦 我们现在迟疑就是这一点 哦 木头都没有了 还有什么东西可以迟疑的 这个石头而已 石头 石头比较多了 这个是大理石的 看 他们本来画起来有些号码 哦 结果他们看到旁边有这样 可能他们用怪手一直打一直打 打啊 就不好 他就丢下这里 部落村民叶顺欣表示 这一条被违法烂挖的新农路 已经连接到下游的阳青桥 三条岔路中的一条农业道路 因此他强力质疑 这一条新的农路 可能是为了避开下游的检查哨 提供未来有心人士 方便进出的另一个替代道路 投门部落上方的山坡地 将近有973平方公尺的面积 被秀林乡公所违法烂挖 而今年的三月 被部落村民发现之后 向花莲县政府承行 开罚新台币6万元 并且在三月中旬 投门村民已经向花莲地检署检举 而检方也已经在三月下旬分案 以赌支罪来侦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